那个李白相关的资料 也许用他的维基百科 或者你找别人也可以啦 其他的作者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是藏在圣堂诗人 然后 郭沫若他曾经讲过 他的故乡 我刚看了一下他故乡 郭沫若他说他是哪里人呢 他在哪边出生呢 两个说法 一个在清廉 一个在这个地方 什么吉尔吉斯 我刚google一下吉尔吉斯这个地方 吉尔吉斯在哪里呢 在这里 中亚的一个国家 而且刚刚测量一下 吉尔吉斯在这里 这个位置 在中国离中国多遥远呢 测量一下距离 两千七百多公里 所以 如果郭沫若讲的是 研究是真的话 那很有可能 这个李白是一个外国人 是不是 外族人 OK 所以他写出来风格会这么不一样 那当然可能有 当然好几种说法 不过不知道 这个哪一种说法是对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拿这个 来当成 如果我今天希望拿这个来当成 是我的一个素材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一样 我们如果按照上个礼拜的步骤 第一步的话呢 一样是什么 设定那个APP的网站 所以哦 如果我要开启 这个网站的话 那第一个 当然哦 第一个步骤呢 一样我就是在桌面上 先建立一个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 当然你可以叫礼拜APP 可是我是建议哦 因为之后如果说我们要转换 变成手机APP 它好像不支援中文 所以哦 干脆你就打一个什么 像什么 L11好了 礼 L11APP好了 OK 礼APP OK 像这样 比较简单一点都没关系 好 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那里面一定是空的啦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再来第二步的话 记得就是在 那个Juneweaver里面 新增一个网站 那网站名称的话呢 也是叫这个 L11APP好了 OK 然后连接的话就连接到 刚刚那个桌面上 的这个资料夹 好 这样 这个步骤很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没错的话 或者你直接建一个新的index 那最后的话 会有问题哦 而且问题还蛮大的 这个第一步按 储存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我们之前的102在这里 它就会变成多一个网站 那当然你可以切回去啦 两边是可以切来切去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先关掉 我先先关一下 好 那我当然为了要做我们的下一步 所以呢 我们就一样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档案的那个类型 一定是HTML5 然后按建立 那我是建议哦 你刚才直接就先存档好了 存档名称的话 就是在这个App里面的话 名称就是index.html 那所以前面的这个名称改一下 后面.html 它本来就会帮你产生 所以储存一下 好 这样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了 其实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啦 你干脆就照这个方式来做 先存档 存成HTML 这个都改过了 这个都跳过 然后要产生几个页面呢 特别注意 你就自行规划好了 第一页的话一定是首页 首页进来的话呢 他这边总共有目录的几个项目 1到13 那你可以这样啦 比如说前面三个 可能也许就是做NetBub 然后呢 后面几个的话 那也许就做ListView OK有没有 可以把它分开来 不然的话东西太多了 那上面可以最多可以放四个 要不然你就是放1234 四个 然后呢 底下 这个看看 我看干脆做四个 1234 那所以这四个的话 我要把它放在上面 另外的话 我还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 干脆拿这个来 来放在那个 我们的网站里面 那怎么样把这张图放网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这上面好了 这个图 那这个建立 当然上面应该要先插入一个图 那我们就直接拿这个里白 按右键 这边有个另存图片 那可以存到哪里呢 你可以存到我们桌面上的这个里APP 那看你要不要新增一个资料夹 一般习惯会在里面新增一个资料夹 叫什么 叫Images I-M-H-E-S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图呢 就放在Images 一般习惯会放一个Images 当然你不放也可以 可是一般习惯是建议 还是放Images 然后里面的话就放一张图 这个图的话呢 它是什么 200 你就改一下 它其实这边有一个叫里白 有没有 它用L-E-L-I 那不过其实L-E也可以 反正这个地方点JPG 就里白好了 OK 除村 那我们就把它存到哪里呢 存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 可是目前没看到 你把它按重新整理 它就出现了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这张图 可以摆到你的页面上去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总共有几页 1到 外部连结不要好了 研究目录也不要好了 参考资料 这个也不要了 文献 学术 干脆到7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 1到4 4内霸 然后呢 5、6、7 也到8好了 学术考证 假设这几个 那我要把它放在底下的话 那总共有八个配取 那一个首页 所以一样 我们就在这边 先新增一个home 所以一样 在body这边 把它按一个enter 然后呢 插入页面 页面的话 一样 这边会出现这个话 按确定就好了 那我们这第一个就home好了 首页 然后有页 首 没有页尾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 再插入 插入的时候 特别重要 游标一定要放外面 然后再插入页面 这个叫page1 第一页 然后第一页的话 就是它的生平 然后第二页的话呢 你就直接拿这个来复制 Ctrl C 贴到底下 这个page2 那总共有7页 总共有8页 那这个其实有点需要 需要一点时间 反正你就自己 复制贴 复制贴好了 记得不要贴错 DIV开头 DIV结束 那分别的话 假设了 我们这边的话 给它一个这个页面 然后最好先把它隔开 我是最怕是你们同这个贴的时候 贴贴错 以此类推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直往下贴 斜线DIV 然后把它隔开来 那这边改成7 以此类推 这边改成8 好 那假如说我们有8页做出来了 这边就会出现了 点这边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第一页的页鎖 这个要放一张图 把页鎖 delete掉 然后把这个image这一张图放过来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里白就出现了 看你要不要至终 如果你要把它至终 你就可以再把它设定一下 它的那个位置 把它再调整一下 看要不要加一个那个 那点旁边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应该就有那个对齐方式 或者是你可能要再增加一个css 让它可以做对齐 我们先放这张图好了 那底下的话呢 我要再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 其实特别主要 内bar一定要做在那个夜 这个夜首 就是那个head 这个head里面 然后它的架构特别主要 这张图h1的后面 这边enter一下 然后我们就是把那个namebar加进来 那加的方式的话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什么 参考前面的这个讲义里面的 这边的说明 ok 也加到哪里 记得要加到斜线h1的后面 因为h1这个是一张图 所以我们理论上 那我们总共几个项目 四个项目好了 1 2 3 4 有些不要的 不要你要把它删 Ctrl C 然后呢 我习惯是 会开那个记事本 来把它贴 然后贴上的话 这些先拿掉好了 总共会有 1 然后 2 3 4 假设四个 前面这些也不要 反正就是生平 作品 风格 平价 OK 平价地位 Ctrl C 然后呢 贴到哪里呢 贴到刚刚这个 特别叫贴到这个的 这个的后面 直接贴到这里就可以了 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是 它变成它贴到那个 贴到h1里面了 Ctrl C以下 干脆 把它按个Enter好了 或者是说从这边加好了 因为如果你直接在这边加的话 它变成会放在h1里面 所以 呃 我们直接贴到贴到这边来好了 把它贴到这个特别说 关键地方在这里 这个的外面 你把它贴上 再切回来 这边就出现了 你记得就把这边 在 因为它 不会换行 所以我是 在这边的话呢 再把它换行一下 第一个换行 第二个换行 第三个换行 然后把这几个 有没有 把它做成所谓的项目清单 有没有 就像项目清单出现了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等一下 Ctrl Y 你有没有发现呢 如果我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 它目前的状态是长这样 有没有 我用这个项目符号 它就变成ul 就是ul 就是项目清单 里面每个项目就li li 有没有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只要在上面加 这个外面包一个div 那data row 等于那bar 其实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网站先开启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请你在桌面上 新增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二的话呢 记得在这边新 网站新增一个网站 然后把它连结 就像这样 这样ok 然后三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 再插入那个八个页面 因为我们有八个 八个连结 然后呢 我们在首页上面 先模拟上个礼拜的东西 试着做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